大脚新讯息 这一旅程 我们希望你们知道 你们正在为全人类树立一个榜样 而这正是你们一直想要树立的 你们正在回归人类的神圣蓝图 因为你们已经在内心深处解锁了这样一个真相 你们是为了体验成长和进化而假扮成人类的神圣存有 你们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在自己内心揭示了这一认知 而一旦你们获得了这一认知 你们便无法装作不知道它 你们将继续获取深深嵌入在你们DNA中 用以帮助你们 再次成为你们真正的神性自我的密码和信息 你们注定要在地球上行走 就像耶稣 克里希纳和其他许多大师一样 你们注定要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找到佛陀所寻求并找到的启示 你们注定要像观音大师和圣哲曼大师所做的那样在地球上行走 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这一点 此时觉醒的你们不仅能够做到这一点 还能向他人展示他们如何也能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使你们成为意识转变的引领者的原因 当然当你们转变自己的意识时 你们会跳转到一条其他人也准备好转变的时间线 而你们就会扮演一个帮助他们转变的角色 知道这一点这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 你们不必环顾当今的世界 并好奇其他人类如何才能为他们的扬生做好准备 你们所要做的就是看顾好你们自己的一致性 你们自己的内心平静 你们所要企及的就是你们自己的更高自我 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 你们就会成为那个已经拥有完全激活的神圣蓝图的第五维度版本的自己 那个已经作为光和爱的神圣存有而运作的自己 你们在那里体验这一切 是因为你们想要拥有这些经验 你们想要体验 从把自己当作是致溺肉体中里有限的 中有意思的凡人 到知道自己是神圣的光之存有的运动过程 这就是你们正在做的 这也是使地球上的这一时期如此特别的原因 你们在地球上是为了觉醒并体验到 作为一个觉醒的灵魂而待在那里的感觉 这样你们才能转变自己的意识 并帮助其他人也这样做 其他一切都只是你们所选择的觉醒的方式 或者是你们所选择的服务的方式 但细节没有体验本身那么重要 你们要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感觉非常好 因为如果你们正在接收这则传讯 那么你们就是我们已经见证 并将继续见证其回归神圣蓝图的人之一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